老人家的智慧语言让人获益匪浅 像大田中道这样 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做到极致可以成为职人的人 在日本就能打破高学历的迷思 一样非常受人尊敬 接着一样是职人 我们带您来认识这一位 85岁的清田茂南 他只有小学毕业 却拥有超机密加工的技术能力 他创办的清田制造所 专研开发的半导体探针 一直在业界占有领先地位 这位谦和的老先生 总是归功于大家的帮忙 成就他的就是这一份余职精神 无关乎金钱利益 或许也能提供年轻人 在职场奋斗的一些省思 披着下午的阳光 走进东京的清田制作所 我们要拜访的社长 清田茂南 虽然染上些许风寒 但看到我们 他还是精神异议 一双眼精明又有精神 还大显身手亲自操作仪器 试办检测工作怎么进行 亲切带着我们浏览他的公司 占地不大的两层楼 其实也是他的住家 看起来简单温馨 但可别小看这里 清田制作所出产的产品 可是一等一 清田制作所以金属板加工起家 那时适逢相机电器产业 展露头角 清田茂南开始做技术研发 之后资讯科技兴起 清田茂南的半导体探测技术 在日本高科技时代的黎明期 更是推升太阳的力量 就连松下电器的创办人 松下新支柱也曾拜托过他 清田茂南说着和松下新支柱的缘分 历历在目 回顾过去几十年 他觉得他所做的一切 只是围绕着助人 这两个字打转 从解决问题中不断创新技术 清田茂南的实力 是从不断的尝试中 巨杀城塔 某一天才惊觉 他已经成为众人仰望的靶尖 靠着一股助人的热忱 不断精进技术 只有小学毕业的清田茂南 让许多知名企业和一流学府 甘拜下风 他以数十年的职业 实践信仰 也期许七年不要 只向前看 清田茂南常讲的无理难题 说的就是发挥所长 不断学习 去处理不可能的问题 回馈这个社会 言谈中 他不时的感谢 这辈子他遇到的人事物 感恩惜福 虚怀若骨 也让我们体会到 他如何实践着 他口中的另一个精神 愚痴 十三名员工都只有国高中学历 小时候家境贫困 清田茂南用人 也出自助人之心 看人的本职选才 采访过程中 他还积极向我们介绍 他的得意弟子 举地有安 满意地说 举地虽然国中毕业 但他的技术 都获得日本大公司的赏识 习才爱财的心情 不言而喻 拿出厚厚一叠专利文件 是他大半辈子的成绩 对清田茂南来说 金钱不是最终目的 面对各方赞美 他也总是回说 多亏大家的帮忙 这就是清田茂南的精神 谦虚又余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